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的新生活就是从蹭我的健身卡开始 是不是 我穷吗 没钱吗 你要没钱办不起卡 就应该在楼下 跑得个户外五公里 是不是 你以为我办卡 就是为了喜欢健身 我是来看美女的 好了 给您 谢谢啊 告诉你咱这楼里头 就这个点 为了多忙高峰 漂亮小姐全在这儿 行 这儿小姐姐 我全归你啊 我只负责健身 蹭我的卡 一次三百 微信转给我 来 说正经的啊 手头有没有几万块 借用一下 你这又蹭卡又借钱 那什么情况啊这是 出什么事了 不是 那不赵昂吗 给人骗钱了 李念华要帮她还卡债 我说是不管哪 那真的不管哪 只是先让他们 感受一下没钱的滋味 最后再给他们 你那个宝贝妹妹 能不能管管哪 没那个智慧 就别学着你搞什么姐弟脸 谢谢啊 你也在这儿健身哪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我一般都上午来 人手 行 以后我也上午来 你别跟我说话了 你打乱我呼吸 好 我在旁边陪你练啊 我吃得好 然后我脱落如何 你正常 我把你拿着 你拿着 你拿着 我拿着 我拿着 你拿着 我拿着 然后我 你拿着 今天说的那些话都是秘密 好 喝点水 歇会儿 亲爱的 有没有觉得腰酸背痛啊 健身不都这样吗 我知道一家五星级酒店 那家水疗做得特别好 我看我带你去吧 我连觉都没时间睡 哪有时间睡你啊 我今天还要加班 先走了 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的热恋男友呢 这太不定了 来 乃 乃 我陪客户逛街的时候看到他 觉得挺适合你的 乃 送你了啊 还敢说心里没我 好了 林年欢 你当初要是肯听我的啊 你好好地跟徐文松打官司 你现在就不至于 因为钱这么窘迫 我当时只是想赶紧结束 这段狗血的婚姻 谁知道啊 没钱的日子更高兴 于佳安 我以后啊 可能连吃火锅的钱都没有了 我金钱要大吃一顿 没事 吃饭我还是养得起你的 张婷姐 你二十岁的时候 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呀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也没什么钱 但是我有很多很多的欲望 我就想 也要好的衣服 也要好的包 然后 幻想着自己的三十岁 我觉得到三十岁就好了呀 那个时候你就不是小朋友了啊 就会有更多人尊重你啊 你一定也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呀 然后你看我从经理 总监 到总经理 我一路上上上 好的包有了 好的衣服也有了 但是焦虑和不安 一点也没收 那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只要活着就没有尽头 二十多岁的你们 在荒废里找自我 三十岁的我 在挣扎着求重生 四十岁的张总 在限制中找突破 与其想着 总有一天我会幸福的 不如看看眼前这沸腾的火锅和酒 我朋友告诉自己 这一刻我就挺幸福的 来 宇佳恩 心情不错啊 什么呀 怎么我就心情不错了 你刚才的每句话 每个词 都透露着某种希望 我感觉你好像 因为某件事情呢 终于下了决心了 是吧 别说我了 真的 我倒是觉得啊 张总 好诚实 这次真是真真真真真 你决定去上海那事 你还是找个谁 跟他说一声吧 真的 二十岁 一塌糊涂 一贫如洗 三十岁 弥地鸡毛 四十岁 一败涂地 那五十岁呢 二十岁 六十岁 一狼永逸 七十岁 一去不回 八十岁 一腿登直 解脱了 我跟你说 来吧 难道看你喝这么多走啊 说我要是如意等啊 谁喝这么多呀 慢点啊 你也别太着急 你先让状态去想办法 等我这月发工作了 我再把手印几万都给你 不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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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妈 哎 欢欢 你干什么呢 在哪儿呢 吃饭了没有啊 我在家呢 刚吃完饭 我跟家我们刚刚去吃完火锅 我先去洗手机 哎呀 你放心 我现在都要好好努力找工作 而且 我总去面试呢 好好好 嗯 钱要省得点花 要有计划 对对对对 你不要花钱啊 知道了 知道了 那个 那我就不聊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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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谁呀 你怎么来了 你喝酒了 我生活苦苦 你又不管我 这卡里边正好五万 刚好正世界的 我不是说不管你 只是你从小到大 都是被我们保护的 你现在突然之间 要去保护另外一个人 我是有点不说 我 你当初跟徐文松离婚的时候 我最后悔了 就是我当初 并不看好徐文松 但是我没有及时 站出来反对 我很怕现在那个赵王 又是下一个徐文松 但是我更害怕 你讨厌那个反对的我 你还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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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这儿 宜嘉安 过来 宜嘉安 过来 你站起来 哥 嫂子 你胡说什么 不管 可能在我心里 就是我嫂子 不管是不是我嫂子 还是宜嘉安 在北京呢 有你们两个 正好 谢谢你们 至于钱的事情 你们就不用藏心了 赵王呢 已经在想办法了 这次就是 花钱买个教训 而且赵王现在 托朋友找工作呢 所以你们放心吧 来抱一个抱一个吧 谢谢你们 我打车送你回去 我打车送你回去啊 不用了 都挺累的 早点回家休息吧 那我看你上车 下周二就要录夜了 紧张吗 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 祝你好运 我会一直记得 你跟我说的那句话 我们一定要一起赢一次 你为了你心目中的那场秀 我为了我心目中的那场秀 我的路燕 你的提案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赢给别人看 好 紧张吗 紧张吗 要不我们再模拟一下吧 好 也好 去那儿 你好 这是我的个人简历 我叫赵昂 今年二十五岁 我想应聘贵公司的市场专员 市场专员 这是干什么的 别闹 现在是面试官 面试官哪有这么问的呀 那我怎么问 连怎么问都不知道 怎么帮我们问你 我不是没有面试官吗 你不会自己说啊 我虽然不会问 但是我会听啊 好 我有两年的留学经验 精通外语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 广告和市场营销 同时呢我很喜欢音乐 我还有个乐队 我们经常在不同的酒吧唱歌 这说明我有很好的沟通能力 我觉得这是市场专员必备的技能 对啊 真的 嗯 我要是面试官我肯定录约你 那我去了 你加油 我在这儿等你 一颗心还不是像风一样 不是说出来吃饭吗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呀 现在年轻的小姑娘 都喜欢这个套路 我 我告诉你啊 送戒指比较有心意 它毕竟是我亲手做的呀 不等我吃饭一会儿就好 把手给我来 我量个尺寸 你想一想 不要 你要喜欢 你给自己整一个 为什么 这个是银的 我哪儿带得出去啊 它就是一份心意 你要不喜欢 你带两天扔了都行 喂 刘姐 跟陆子杰提了吗 最快什么时候能过来啊 提了啊 嗯 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交接 我下个月就能过来的 嗯 好 拜拜 一个月交接 你要去哪儿啊 我今天约你吃饭呢 是想跟你说 你要辞职 对 合作了好几年的一个客户 他想拉我一起创业 嗯 去上海 你就从来没想跟我商量一下是吗 不是 不是商量 哪怕只是说一声 我是想跟你说来着 之前不没有机会吗 可是你已经安排好了 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是我不懂游戏规则 我一个只值一千块钱的人 我干吗还奢求那么多呢 有病我 我看你今天情绪不太好 饭就别吃了吧 我看你今天情绪不太好 哎 怎么样 被录取了吗 没事 此处不留业 自有留业处 面试官问我 知道他们现在的 时尚专业有多大吗 多大呀 二十三岁 而且已经工作三年了 他们说我从来都没有在一家公司 工作过半年以上 说我肯定会辞职 我发誓我不会 可是他们不信 没关系 迟早会有不乐 发信也这是千里马的 黄黄 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 得亏我是北京人 如果是外地人 在这座城市 根本就混不下去 每个人都有低谷 但这不代表你没用 只是你暂时 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 你不要气馁 是金子总会罚款的 以前我一个人 总在云里面飘着 现在我想为了你回到地上 去努力 去工作 去隔自间奋斗 为我们奋斗 好呀 那我们回家吧 嗯 走 走啊 来了 走什么走让你过来陪我喝酒呢 喝酒 喝什么喝啊 卡拉拉 我 我送你回去 你干吗呀 我找你来陪我喝酒 回哪儿去 你上哪儿去走 我叫你过来喝酒吧 你把我叫走 来 亲爱的啊 这是我亲手做的 我把它送给你 你喜不喜欢 干吗呀 不好意思啊喝醉了 不好意思啊喝醉了 送给你了啊 实验 难道 身经病 张春芬 你个没了心的 哎 你干吗呀 快四十的人了 我麻烦你成熟一点 好不好 我真服了你们双鱼男 就是喜欢给自己 导演一出大戏 真以为自己是 青春片的男主角 需要你的事 大哥 我麻烦你冷静了 得罪你的那个人 不是我 心里头只有自己的那个人 下回跑得特别慢 嘴上说给你好 爬拖了一秒 爱你真的好 你们心里只有自己 才会撒腿就跑 所以啊 我以后都不会再跑 我才想要你 我很好 你不是我 所以说是因为不太多 你不太多 可以 你不能让我 那不太多 你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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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还能有我们 我这个地方又小又偏 没有你自己租的那个 条件好 还方便 我跟中介打听了一下 我把我那个房子 转租出去 然后加上押金 这个月咱俩就算找不到工作 也有两万多块呢 咱们先把苏伊姐的钱还了 剩下咱俩还 可是我还是担心 这个地方你住不习惯 放心 我会有的小手 把这个小狗窝 变成我们温馨的家的 你东西太多了 我都要累死了 你要抱抱 抱抱 来喽 妈 你怎么来了 我包了你爱吃的 芹菜馅饺饺子 专门给你送过来的 芹菜馅饺子 阿姨好 她谁呀 你们干嘛呢 看房子 我之前不是说了 要在公司附近找一个房子吗 这个房子得转租出去 你以后别来了 什么呢 饺子还热乎着呢 赶紧的啊 趁热吃 你先回去吧 等我把房子空出来之后 都收拾完了 我再联系你 阿姨 那我就先走了 回去联系你啊 儿子 儿子 赶紧的 来 来 尝尝来 妈给你包的角色怎么样 看谁呀 看房子呢 只是你从小到大 都是被我们保护的 你现在突然之间 要去保护另外一个人 我是有名不说的 我最后悔的就是 我当初比我看好休闻所 我很怕现在那个赵航 又是下一个休闻所 但是我更害怕 你也不洗手 你讨厌那个反对的我 你说你多少天都回家了啊 我怎么咋都想死了 我觉得我要疯了 她妈不理你就不理你 就为了这你还哭了啊 是不是我错了 你什么都没做错 不要总是一出问题 就觉得是自己的错好不好 赵航不是早就说了吗 他家里管的严 可能都不知道他谈恋爱了 也许 他怕是突然介绍你 吓着他父母 你先别想太多了 好不好 离婚是不是离错了 你看赵 他根本就不把我当他的女朋友 行了行了 别生气了啊 我们去那边坐会儿 先冷静一下 走吧 我看你呢之前都是做 国外项目的服务比较多 那都是和外国人打交道啊 对 我们的项目通常都要联合 中外资源 其实统筹和执行的难度更大 但我们呢 主要是以国内企业为主 你也知道 这个 外国客户的思维啊 其实跟我们还是有挺大差别的 我懂 在维护客户关系上 其实我们需要花费更大的功夫 我猜 你在让你团队去竞标的时候 你应该已经完成了 大部分的幕后工作了吧 这样吧 你今天可以先回去了 我会把你的情况汇报给我们老总 然后预约一下 他跟你面谈的下一次的时间 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好吗 好的 谢谢 喂 妈 范范 范范 你是不是想说我这个当姑姑的 该给孩子的爸妈钱来装修房子了 不然的话呢 等孩子出生的时候 就没有温馨的家了 你就这意思呗 让我出钱呗 芬芬 你弟弟跟人打架了 头破血流的 我 我 我怎么办呢 警车来了 救护车也来了 演什么戏呢你们 一天天的 我 你们在干嘛呢 给你哥他们公司的方案啊 你们也需要一段文案 但是我觉得吧 我们这公司的文案写得不太好 我想重新找个方向改一下 方向啊 什么方向 方向啊 就是能打动年轻女孩的方向 既简单又充满诱惑 最好呢还有画面感 就是像那些彩妆广告一样 让一个不化妆的小姑娘 看了都有冲动买一只口红 你别难过了 你别难过了 等我忙完工作了 请你吃好吃的 嗯 你先自己玩会儿 芬芬 你弟弟呢急着凑彩礼钱 给逼急了 之前工地上有人欠他给你 她的钱 她去收债 本来呢 想吓唬吓唬人家 结果真的把人给打了 芬芬 不得了了 你这回可是不能不管她呀 人家小艾说了 如果你弟弟坐牢 他就会把孩子坐了 婚也不结了 咱们得凑钱私了才行啊 一天干什么 你帮我 你帮我 伤未党的 不得了 一天 今晚 三天 你 一天 来 初来的房子装不下哪怕五瓶 你的衣帽间 但漂亮的衣服 却装着我们耀眼的物色 那衣帽间也只是一瓶 帮你计算的 装不下我的全部 好 这还记我了 这句话你写的 这还要你里面挖 怎么了 我找了好久的方向 我刚才一看这句话 我一下就明白了 这就是我要的方向 你啥意思 你是说我写得好吗 我跟你说啊 但衣帽间也只是 以平方米计算的 这句话特别好 但后面这句不太对 后面这句应该是 突出凡心与于厨的特性 和衣帽间形成对比 这些是我刚刚乱写的 你要不是写段文案呢 你不是也在用凡心吗 对他们也有了解 但是时间紧急啊 后天就要提案 你最好是今晚就给达我 通宵也得写完 我写 对啊 你写 我怎么就没想到让你写呢 你以前怎么也是个文学小青年呢 就是给徐恩松给耽误了 我跟你说啊 这写文啊 可是有钱赚的 而且你的简历就不算空白了 真的吗 这 这真的可以赚钱 只要过了赶好就有钱赚 怎么样 写不写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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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好好写啊 嗯 没办法 没办法 进来 陆总 有空吗 陆总 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想了这个月顶就辞职 这个人的简历呢 您看一下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这么着急啊 是不是已经找我下家了 方便告诉我 下家是哪儿 创业嘛 去上海 是一家母音产品电商 上海 嗯 留小玉哪儿 我把咱们朋友 她跑我这儿挖墙角来了 说实话 刘晓鱼这个人不错啊 说实话 就是心眼多了 而且现在电商市场已经饱了 你这个年纪要换跑道 你可得慎重 搞不好 我一败涂地啊 陆总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能不能盼着我点好啊 你就不希望我飞得更高啊 飞得高 摔得也重啊 给你透个底 我呢 最近在策划做一个红人孵化公司 做短视频 还有网络带货 跟我们现在所做的行业不太一样 有挑战 我在想啊 这个公司 应该由你们来负责 你看吧 陆总 你又给我画饼了 你老是这样 其实光谱总经理这个职位 能胜任的人不止我一个 您多试试就知道了 你会发现 比我有用的人多了去了 真的 对啊 你要么暂时留在光谱 再撑一撑 公司方面呢 我给你提高百分之三十 明年此公司的布局 全天交给你负责 我个人再给你三个点 你可以用内部价 再认购几个点 总共十个点 你是跟我一起打江山的老人 我给你的待遇 一定比刘简的好 陆总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这事就这么定了 这个资料我是不会看的啊 行了 你别在这我眼了 我还不知道你啊 你上次是真想做 所以你跟刘晓宇 接触的事瞒得我死死的 现在来就是来找我谈调下的 你这个人的情 来 你 你 生气了啊 别跟我说话 对不起嘛 你看 我给你买什么 为什么要浪费钱 这怎么能是浪费呢 我管我妈要了两千块钱 只要你能开心 就不是浪费 为什么那么对我 我也是害怕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 我要是跟我妈说 你是我女朋友 她会盘问你一大堆问题 我不想那样 不过你放心 我想明白了 等我找到工作 我就带你回去 真的 骗你是小狗 小公主 小公主 别生气了 我错了 原谅我吧 我给你说我在写文案呢 我给你说我在写文案呢 于嘉宾说 这个文案如果写得好的话 是能挣钱的 那你肯定能写好 我现在卡住了 完全想不出来写什么 我听说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写东西会更有灵感 这样吧 我弹我的歌 你边喝 边想想 曾经在跌倒的地方 我只能遇见你 一双手给我 无语伦笔的勇气 阳光或旧的 都被模糊背影去 在我的记忆里 始终是你 你最长的无语众 你最長的无语众 然后它是你的 终于60年 是你最长的無语众 你最长的无语众 我不能准备到你 我只能从此 我觉得天天饮的 你最长的无语众 我只能将该辅滅了 让你哪屋看 那屋到我家播放了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的概念对供应链要求太高 要满足广大女性对服装的款式品牌等需求 就需要你们在前端有足够大体量的资金投入 和团队超强的运动力 我认为繁星是非常复杂的一门生意 在你们试错结束前投资都不是收费 对不起 如果你们收入主要靠会议费 那么与之相对付出的庞大成本 让我看不到可观的能力控制 下面即将开始演讲的 是来自繁星科技的需要 繁星是一家做时尚广想的公司 简单来说就是为东式女性 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 这个未解之谜提供解决方案 繁星打造的在线衣橱 以东派省的优势为东式女性提供 互联网时代的全新穿衣概念 大家好 我是繁星创始人 需要 许总和苏总今天都不参加咱们的提案啊 他们今天去融资录演 要是融母暴资就危险了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钱留给我们 你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 我相信许总会解决现在的困境 作为一方的我们 和客户一样热爱他们的项目 只有自己相信了 才能把这种青年传递给市场 余总监 准备一下吧 下一个到你们了 好的 赵经理 今天我们提供了两个方案 我和林总监各阐述一个可以吗 没问题 谢谢 繁星的用户 到底是谁 我们繁星用户的需求和痛点 到底是什么 今后我们如何 跟那些更有实力的公司 对手去竞争 在这几个问题上 我最近和我的合伙人 苏亦已是 发生了严重的痕迹 会议室的桌子 快要被我拍烂了 当然 他也朝我扔了好几次的文件 创业至今 如果非要问我 学到了什么 我只想说 我吵架的功力 与日俱增 那天真的我 特别烦闷了 于是 我就想出去三天辛苦 我走到了公交站 到了地铁站 在那儿 我看到了在这个城市里 努力打拼的一些旅行 从他们的身上 突然之间 我看到了我们繁星的意义 坚定了我们繁星的方向 至于我们繁星 到底是做什么的 有哪些人来做 我相信在各位手上的资料里 已经介绍得非常清楚 而我今天站在这里 只想跟大家谈一谈 我们繁星会员的故事 落地到执行层面 我们要建立的是 和用户沟通的桥梁 除了邀请这些三十年务 参与凡星时尚大秀 也会举办凡星年龄 时尚人务的领选 这位三十六岁的全职妈妈 在她重返职场的时候 家里可挪用资金只有五千块 她却花了三千块钱 给自己买了一身行头 为此和自己的丈夫 在大街上就这么吵了起来 她告诉我们 一件漂亮的衣服 就是她重返职场的资金 但是她现在 已经不需要再花钱买衣服了 因为她已经成为了 我们繁星的年度会员 洪水了一半 心太烂烂 全世界都在旁观 只有我的脚步 才追赶不知疲倦 我的心心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 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手 I'll say love you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 就被你猜头 拒绝紧碎气候 深色淡淡 天空浑水了一半 心太烂烂 全世界都在旁观 只有我的脚步 才追赶不知疲倦 我的心心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 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手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 就被你猜头 拒绝紧碎气候 拒绝紧碎气候 I'll say hello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 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手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 就被你猜头 就被你猜头 拒绝紧碎气候